字幕志愿者 李宗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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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睿用電池當籌碼 和育友大賭MLB 身為北尖菜鳥四級數行員 根本不能看電視 他卻仗著有後台 即便違記賭博被抓 也不用關到販澤房 坐牢仍有闊少待遇 我聽孩子提到說有危機的狀況嗎 是不是有被懲罰 探監惠客還順便美容愛車 但石井秀再怎麼高舟 依舊沒辦法改變 李宗睿在監獄高牆裡的生活作息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跟過去跟紅族綠 五光十色的月生活 形成一大距離 李宗睿服刑三年多的時間 北間大開後門的消息卻從沒斷過 即便官方否認李宗睿在監獄裡開賭 是真的沒發生還是不知道不能說 都不能改變李宗睿才犯下 慶祝男書的惡行惡狀 更無法反駁他在裡頭的差事 比起多數受刑人輕鬆許多 隨著李宗睿特權曝光 就怕法務部矯正書底下的台北監獄 矯正不成反成了一強凌弱 人心浮動的陰暗戰場